字幕提供 刚刚在黄帝店 现在就要来补充一下体力 其实在黄帝店的西风出口 就是食丁老街 可以发现 在食丁老街里面 有很多都是卖豆腐的料理 為什麼?是因為食丁這裡 他們好生好水 好水才可以做出好的豆腐 所以我們現在去一間 自己手工做豆腐 其實是一個豆腐大餐 來吧 食丁為與食丁溪和烏陶溪交匯處 以前是以種植包種茶起家 曾經是平林、桑溪、新坑的茶葉 集散地 但自從不移工樂開通後 地位被平林取代 原本熱鬧的街道也正了很多 其實在食丁可以放有很多不同餐廳 都在賣豆腐料理 而且會說三食或四食 很多都做不同的食法 但這間餐廳是自己做豆腐的 由豆腐開始也是手工製作的 所以一定要來試試 首先要來試試老豆腐 只看來都可以發現 它自己本身是老得非常入味的 因為顏色已經全部都變成了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非常好吃 因為我剛剛吃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它因為有點凍凍辣辣 所以可以吸收所有的湯汁 這樣一咬進去的時候 湯汁真的會噴出來 而且可以看它的顏色 是深咖啡色的 雖然是老得非常入味 而且很香 但它香得來又不會覺得它鹹 尤其是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很軟的 但軟得來又不會咬進去就化開了 反而還有一口感 吃完老豆腐之後 我們就要試下一個 就是豆腐卷 但我看過它的豆腐卷是炸過的 來, 喝點醬, 好 這個層次真的很多 因為最外面那層皮是炸過的 所以吃起來是很酥脆的 但中間這一層 它本身因為不是全部都是豆腐 可以就這樣看到 它裡面有放胡蘿蔔 又或者是雲椅和蔥 所以咬起來 它本身的層次都是很多的 而且它中間的豆腐 本身是比較乾身的 但又不會柴 它吃起來的豆腐味道挺重 而且還可以蘸一點醬 這種醬帶點辣味 所以吃起來會更加開胃 身為一個很喜歡吃豆腐的人 我真的覺得這頓豆腐大餐 非常滿足 而且可以發現手工做出來的豆腐 跟一般外面做的完全不一樣 尤其是有一個豆腐大餐 怎麼可以沒有甜品做為結尾呢 所以待會吃完之後 我們就要來找豆腐甜品了 現在你看到這三個 全部都是豆腐做出來的甜品 首先就要來介紹這個 白酥酥又正方形的 這個就叫做豆腐蛋糕了 我真的人生從來沒試過豆腐蛋糕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是甚麼口感 甚麼味道 哇這個口感真的很不錯 因為其實吃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真的吃到豆腐的腥味 反而我原本想著 豆腐味會不會很重 它是有豆腐味、有豆腐香的 但沒有那種豆腐的腥味 但重點是 其實你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你還可以吃到有一點點炭香味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口感 因為其實如果說到豆腐蛋糕 你可能會覺得會不會很糟糕 但這隻不為了 吃起來的口感其實是很濕潤的 而且是很鬆的 你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很嬌痰 很蓬鬆的 因為我剛剛問了老闆娘 其實是用了豆腐和豆漿去製作的 而且取代了牛奶 所以其實它本身的豆漿香味 都是很濃的 真的不錯 另外一個甜品 其實它的名字真的很漂亮 再叫做芙蓉紅心 看看它是不是本身盡 真的很少女心 就這樣看 已經可以發現它有三層不同的蛋糕 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豆腐和提拉米蘇 可以造成一樣的蛋糕 因為它上面這一層 吃下去就是提拉米蘇的味道 但它加了豆腐的味道 所以其實不是咖啡的香味 它反而是豆漿的香味 然後中間這一層 其實是加了芭樂和荔枝的 尤其我吃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感受到 那些紅心芭樂的味道 是比較重的 但因為它加了荔枝 所以吃起來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 帶了一點點的清香味 然後最下面那一層 就是剛剛我們吃了的豆腐蛋糕 因為我覺得三層合在一起 其實是很好吃的 因為上面是比較濕潤一點的 下面那一層會比較鬆一點的 這樣又冷冷地吃, 真是很好吃 好, 最後一道 也是很多人在夏天都喜歡吃的 它就叫做豆腐雪糕 但真的不說, 你不會發覺 因為看起來就像芭樂好吃的雪糕 這個吃下去, 豆漿的味道很香很濃 因為老闆娘用了百分之七十的原料 都是豆漿和豆腐去做出來的 而且真的好像吃豆漿的雪糕一樣 但重點是它的豆腥味不重之下 它本身也真的不甜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雪糕 最怕就是吃到那些甜味很重 而且會覺得沒辦法解渴 但它反而不是 放入口中後, 你可以發現它立即溶化了 就真的好像變成豆漿一樣 來到食店就知道了 除了豆腐三食、四食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種料理 就連豆腐甜品都有 所以一定要來試試 啦